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小马视频,我是小马 今天给大家讲解BuddleStrap表单的使用方法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首先是Form Group BuddleStrap把表单中的每一个字段分成一个一个的组 每个空间组一般由一个标签和一个输入框组成 来告知用户这个输入框输入什么内容 接下来空间类型是今天咱们例子中所用到的标准的空间类型 有HTML基础的朋友一定不会感到陌生 空间着色就是指当用户输入完内容并提交给系统后 系统对用户输入内容进行校验 当发生错误时候给用户高亮显示 接下来的帮助提示就是对输入框的内容进行更加详细的描述 好,下面这个网址是BuddleStrap表单的官方文档 有兴趣朋友可以参照一下 然后今天咱们的代码都会放到KN中国上 好,咱们现在马上进入今天的例子 我已经提前把今天咱们例子中的模板已经建立好了 咱们先运行一下这个模板 看一下这个模板显示什么内容 咱们大家看到这个表单仅仅有一个标题 并没有实际的内容 好,咱们下面就为这个表单增加更加详细的内容 首先咱们先给这个表单增加一个邮件地址 这是标准的HTML输入空间 咱们把它拷贝过来 好,实际运行一下 看一下效果 好,咱们大家看到 首先是一个邮件地址的一个标题 然后是真正的邮件地址的输入空间 我们看一下这个邮件地址的原码 首先是一个标题 接下来是一个输入框 我们通过DIV Form Group来把它扩起来 说明这是一个空间组 接下来我们为这个输入空间定义了一个ID E-mail 1 然后为它的标题也定义了一个Fore E-mail 1 让它们产生一对一的关系 同时我们为这个输入空间定义的类型是E-mail型 然后它的class是Form Control 就是说让我们对它着色的时候 这是着色对象 接下来是Place Holder 就是说用在为输入的时候 给这个空间给用户显示的内容 接下来咱们为这个Form增加一个口令空间 咱们把它拷贝过来 好,在实际运行前 咱们先看一下这个口令空间的内容 首先是一个Form Group 紧跟着是一个Header着色的属性 接下来是一个标签和一个输入框 这个标签输入框通过ID for进行E的对应 输入框的类型是Password的 然后输入框的class是Form Control 说明这是一个着色空间 着什么色呢 在这个地方刚刚已经定义好了 叫做Header 也就是红色 接下来是Place Holder 是一个Password 运户没有输入的时候 给大家显示Password 好,咱们运行看实际的效果 效果引出来了 口令密码的Title 然后是一个着红色的输入框 好,和咱们想象都一样 咱们继续往下走 下面咱们在这个表单添加一个文件上传的空间 咱们把它拷贝过来 好,咱们看一下这个空间的内容 首先是一个Form Group和刚才一样 然后还有一个Headsuccess 这是着色属性 咱们这次着绿色 然后把这个空间组设好ID4 然后输入空间的类型是File 大家注意 咱们这次给标签设了一个属性 Ctrl Leopard 然后又给这个输入空间 属于空间 Form Control 为什么呢 因为咱们在这地方的Headsuccess 说明咱们要给这两个空间进行着色 好,同时咱们这次还设了一个帮助块 叫做Help Block 就是说咱们为这个输入空间 定义了一个帮助内容 好,实际运行一下 咱们看一下效果 好像有一点慢 效果出来了 咱们大家看到 个人照片这个标题已经是绿色了 而刚才可立马并不是 同时输入框也是绿色 帮助区域也是绿色 OK 这个地方请大家注意一下 咱们在个人照片这个地方 为这个Level设置了一个属性 所以它才能够正常的绿色显示 OK 接下来咱们把这个表单 剩余的部分都拷贝过来 整体看一下效果 好 咱们又给这个表单 添加了一个checkbox 选择框 然后再给这个表单的底部 添加两个按钮 一个是用于输入内容的清除 一个用于整个表单的提交 好 咱们看一下运行效果 榴弹器正在运行 出来了 咱们看到有一个选择框 选择是否同意 下面还有两个按钮 因为应用了不错的主题 所以看起来是非常的美观 OK 以上呢 就是咱们今天代码所有的内容 我呢 已经放到了开源中国上 请大家参照 谢谢大家观看 拜拜 拜拜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